大家好,歡迎收看《良准有計》這個環節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觀塘的樓盤 觀塘最大型的屋苑就是麗廣城 它有38座大廈,有8072個單位 麗廣城的最大好處就是 單位的內櫳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面積夠大 麗廣城有自設商場和會所 對外交通就近港鐵藍田站 都有一些特快的巴士去尖沙咀、中環的地方 上班就不用擔心和人迫車,沒有位置坐 大屋苑也有不少缺點 例如樓底不夠高 因為現在的新樓是11呎多 它只有8呎多樓底,不夠大 另外屋苑外圍也有很多發展變數 例如外面有大空地 後面半山也開始發展了一個住宅區 至於麗廣城有什麼選樓心得呢? 如果你們在觀塘區上班的話 可以選一至四座 因為它是最近觀塘工業區 如果你們喜歡單邊樓 又不怕吵的話 可以選一至十二座 給各位一個小貼士 AB單位就比GH單位好 景觀最好 又不吵的 其實是5至23座的內容單位 如果各位需要坐地鐵多的話 可以選擇24至26座 因為它是最近藍田站的出入口 今天講到這裡這麼多 大家如果對樓市有什麼疑問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梁掌就會逐一為各位解答 本來的影片 感谢观看